家里有老公的 你一定要学会这个韭菜爆腰花 一口气爬个四楼八楼的 气都不带喘一口 剥掉外衣的猪腰子 从中间一开凉 去掉中间的腰梢 你腰是不去掉 特别的新奇 吸斜刀45度 深度三分之二 厚度三毫米左右 再反过来直刀竖切 深度四分之三 厚度两毫米左右 这是最简单方便的腰花切法 名人不说安话 我只想要一个小红心 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切好的腰花 加一点啤酒 浸泡四分钟 这样能有效的去除腥味 控干水分加盐 胡椒粉 生粉抓拌均匀 再加点食用油 这样炒的时候 更容易炒得散 起锅烧油 酱蒜干花椒 一勺辣椒面 小火炒出红油来 下入腰花 快速的翻炒 久久熬四一下 盐鸡精 生抽 蚝油调味 撒入红椒粒和韭菜花 大火快速的翻炒成熟 接口装盘 这样做的韭菜爆腰花 麻辣脆嫩 你要是学会了 你老公一定夸理厨艺高